針對平衡、情境、聯合和交通一行 跟議員管政府的建立地方來基盤做任務 在以後,管長梁特別參與行政團隊 正王歐队納,掃揚度假餐的會議室 來基盤大部鄉基站做任務 和地方各界民隊民聽出民意解決問題 針對平衡、管政、情境、聯合交通和結行 跟管政府的建立地方基行做團 以後,管長梁率行政團隊 正王歐队納,山雅度假春會議室 基盤大部鄉基站做團會 跟地方各界民隊民聽出民意解決問題 帶領所謂議級主管來跟大家碰面 解決大家的問題 透過這樣的雙向溝通 地方提出很多的建議 中央、整個嘉義新政府 多來這邊類似 也共同來解決問題 今天地方不管在觀光 或是在交通建設部分 都提出了很多的建議 我想我們會慢慢的 透過各種能量來幫忙地方解決問題 鄉敬五民粉針對 担問之口實行行政意控制2.0政策 國軍以及落合局 目前清意圖的現況 以及配合遜行做說明 當時提出完工和交通建設並行的建議 我們在三大四地方再做一個清淤 我們在很緊急的時間兩天內去完成 他們的住的一個整備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未來他們的清淤的這個重點呢 他在這個我們的六角亭 六角亭的這個旁邊拿做清淤 然後到我們的瘸東區瘸東社區 這邊來做一個囤機 所以這個工法也是創新的 他沒有把土載出去 他直接在這邊做存機 然後會增加到我們的一個固域 所以這個 管長張良這次的針對會議中 先提出的觀光交通建設的建議 欧修長結成相關出席 研究以後 積極處理拿入立管 感謝國担委共同參與組黨委 基盤透過民對面 相向交通幫助大部鄉解決問題 謝忻新聞創民黨 大部鄉採用不得 支持 Finn實地上 非常嚴重來的 創新建築 今時是最終新建議 我們也有生意的